联商三队,韦世豪喜盈愣投青称号,鲁能当初放弃失属,英明之举本赛季出,北京国安已过亿身价签约U23最火爆的球员韦世豪引起了不小的震惊,说起韦世豪的火爆,一是技术过硬心理素质也过硬,成为U23球员中身价最火的球员,同时他的脾气秉性也异常的火爆,经常在球场上与对方互喷,甚至恶意犯规。 最初韦世豪登陆中超,就引起了不少的波澜,鲁能清训出身的他,在鲁能前任主帅腾卡特引路下时训了阿贾克斯,随后加盟了葡萄牙的青年联赛,但是在刘洋归来后,反而加盟了上岗,让鲁能俱乐部大为恼火,要状告了亚族连,最后为了球员的前途放弃了申诉,否则韦世豪就会受到严重禁赛的处罚, 在转会到上岗后,韦世豪打出了自己的身价,在出场对阵鲁能的第八十二分钟完成了绝杀鲁能的进球,而且在对阵国安的比赛中更是完成了没开二度,如此优秀的发现,并没有让他冷静,反正让他的大牌秉性暴露得更加无以复加, 在2017赛季足鞋杯决赛中,在最后的十分钟,上海申花与上海上岗打成了三比三平,按照此结果申花就会以客场进球优势拿到最后的冠军,最后时刻申花将士可谓是三军用命,瓜林最后的连续抢断,中场的层层封杀,导致了上岗也不断的增加失误, 维世豪甚至都接不住自己队员的传球,这时候导致了心态的严重倾斜,终于在申花第二个换人的时间,维世豪做出了不冷静的举动,把百家俊推倒在地,而自己的队友复欢无奈背锅,被罚下场,而本赛季转会到北京国安,维世豪依然没有改掉自己的暴躁脾气,在对阵广州恒大的比赛中,面对国家队前被告临的对决, 几次假动作都没有骗过告临,最终被抢断以后,对告临直接一记背后犯规,被裁判处以黄牌警告以后,不但不服从反而叠叠不休,如果不是主教练及时给他换下,恐怕就不是一张黄牌解决的问题了,而本轮比赛只是联赛的第七轮,维世豪就已经拿到了第四张黄牌,而被下场自动停赛,在昨晚进行的对阵深花的比赛, 最后时候更是一脚打门为神花扳平了比分,让北京国安到手的三分变一分,这一脚很有可能踢走的半城冠军,恐怕球队给他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了。